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觉得文章不错 记得点赞或者评论 您的每次互动 都是志恒越做越好的动力 有人说 我会孝顺 不管母亲再怎么伤害了我 我也会孝顺母亲 因为是母亲给了我生命 只冲这一点 我就足以孝顺他们一辈子 也有人说 得分什么事 如果母亲犯了原则性错误 或者做出了让我无法原谅的事情 再或者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我可能会记仇一辈子 即使她是我的母亲 我也很难孝顺她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故事 八十岁母亲 秋阳老 被儿子拒之门外 你当年对我做的事 我无法原谅 昨天看到一个情感案例 男子叫张阳 今年五十五岁 母亲近八十岁高龄了 她因为早年母亲对她做出的一件事 而耿耿于怀 而且记恨了大半辈子 她恨她母亲当年太无情 如今 她母亲已经八十岁了 可却落下个老无所依的下场 因为张阳不想养她母亲老 老迈孤苦的母亲只能苦求张阳 有一天张阳的母亲 敲开了张阳家的房门 希望她不计前嫌 却没想到被儿子狠心地拒之门外 并说出了一句话 你当年对我做的事 我无法原谅 是什么原因 让儿子记恨母亲一辈子 母亲做了什么事情 让儿子无法原谅 接下来一起听听当事人的故事吧 当事人自述 大家好 我叫张阳 至于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也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看看我做的对不对 哎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如果可以 我并不想当一个不孝子 可我母亲当年做的事 始终让我无法忘怀 我今年都55岁了 功成名就 可就算这样的我 却落下个单身大半生的下场 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拜我母亲所赐 我是一个感情非常专一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玩弄感情的人 我的爱情观是 要么就在一起一辈子 要么就不要在一起 只要是我张扬认定的人 我绝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在我25岁那一年 我遇到了我一生的挚爱 我很爱她 非常喜欢她 她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 时间仿佛都静止了 因为我的眼里只有她 也许是上天注定的缘 她对我说 她也是喜欢我的 看到我的一瞬间 就像失散多年的夫妻重聚一样 我很欣喜 我又何尝不是这种感觉呢 后来我们好上了 时间转眼而过 我们已经相处了半年时间 这半年我们很幸福 虽然也有争吵 但我们都会让着彼此 生怕会伤害到对方 那一刻我决定了 我一定要娶她为妻 当我有这个想法后 我就把她带到我父母面前 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 没想到 我把她领到父母面前后 却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 我母亲看不上她 嫌弃她是农村姑娘 说配不上我 还说 希望我能找个书香门地 会亲戚书画的姑娘 母亲的反对 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要知道我可是发过誓的 今生一定要娶她为妻 后来我跟母亲吵得很凶 可是不管我怎么劝说 母亲就是不同意 最后我一气之下 领着她离家出走了 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我换掉了全部的联系方式 我不想跟父母有任何联系了 对于这件事 我的爱人也很上火 她并不希望因为我们相爱 影响到我们母子感情 她曾经想过分手 但话到嘴边 让我捂住了她的嘴 我给她信心 我告诉她 只要两个人心在一起 就一定会走到最后的 可后来 因为一件事 她还是离开了我 都是被我母亲逼的 我好恨啊 有一次我给父亲偷偷打了电话 问问家里怎么样了 没想到父亲却说 儿子呀 你快回来吧 你妈妈住院了 因为你这件事 她连饭都不吃了 已经瘦了好几十斤了 现在正在医院打点滴呢 你快回来看看吧 我挂断电话 迅速回到了家 赶往了医院 我是抱着担心的心态 看望母亲的 没想到 我走进病房后 母亲看到我 直接别过头了去 还说了一句狠话 你到底 跟不跟那个姑娘分手 不分手我就绝食 死给你看 气得我二话没说 又回去了 后来 我的爱人也知道了 我母亲的情况 最让我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她流着泪 跟我说出了分手 张杨 我们分手吧 虽然我很爱你 但这样的爱情 并不是我想要的 真的太累了 没有父母祝福的爱情 又怎么会幸福 再说 我也不希望 你母亲出意外 如果有来生缘 我们再结为夫妻吧 当时的我如遭雷击 我呆愣愣地 看着她的背影 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我想去追 可是却没有了力量 她的话如同万金巨石一样 砸在我的心中 是啊 没有父母祝福的爱情 会幸福吗 难道真的要因为爱情 闹成我母亲出意外的程度吗 我就想不明白了 我们儿女的婚姻 父母为什么要干涉 我好气啊 几十年过去了 我还是无法走出 失去她的痛苦 因为我根本无法爱上别人 她当年离去的背影 带走了我的一切 抽空了我全部的爱 如今的她 已经结婚生子 每当想到她 投入别人的怀抱 我就痛苦得不得了 如今的我 已经单身半辈子了 既然如此 就孤独终老吧 我把这一切的怨恨 都算到老我母亲身上 我恨她 如果不是她 我又怎么会 落下这样的下场 早在头几年 我的父亲就已经老去了 只剩下年迈的母亲 虽然她八十岁了 需要有人养老照顾 但我根本无法原谅她 昨天母亲敲开了我的房门 被我拒之门外 我对她说 你当年对我做的事 我真的无法原谅 你让我失去了最爱的人 我关上了房门 流下了痛苦的泪水 我 到底该不该原谅我的母亲 对此 我们专门请教了 心理情感老师 她是这样说的 一个人对感情专一没有错 但专一也要针对你所拥有的 你对曾经失去的专一 又有什么用呢 爱情是什么 说好听点 爱情是最甜美的糖果 但说不好听点 爱情就是最强烈的毒药 它能让人开心快乐 也能让人悲痛万分 它成就了很多人 也害了很多人 它改变了很多人的性格 它也让很多人再也不相信爱情 不敢再爱 爱情 如敬花水月一场空 得不到的想努力得到 得到后 又未必会拥有 所以 我们不要太执着于爱情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们的亲人和父母 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人生的烦恼 就是在于太执着 就是想不开 放不下 忘不了 你越执着什么 什么就会让你越痛苦 如果你正处在爱情的痛苦漩涡中 请你马上转移注意力 去做能让你专注的事 请你想开 也请你放下 没有爱情的世界 同样也会更美好 你的执念太强了 失去的就已经失去了 就算你这么痛苦 它能回头吗 它不能 既然它已经离去 只能说这段缘不属于你 你又何必执着过去呢 还有一点 你的母亲固然有错 但那也毕竟是你母亲 圣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更何况我们普通人 再者 这件事闹到不养育母亲的程度 还不至于 说实在的 还是因为你放不下 无法打开心结 解灵还需细灵人 希望你能放下过去 善待你的母亲 因为一件事 折磨自己几十年没必要 也许你痛苦 但你可曾想过 你母亲肯定比你更痛苦 因为她爱你 张先生 要想快乐 就放下心中的包袱吧 这样才能真正地解脱 对此 您有什么看法呢 快在评论区留言吧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